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弟 如今城中一片混乱 你出去做什么 啊 我昨夜修炼 盈盈感觉突破在即 同时冥冥中也在指引我 前往城中某处才能突破 突破 你才晋升多久 这才几天 你就快突破远海逼掏第四层 寻常舞者难以抑制自身其虚 但在灵力的控制下 这一切轻而易举 请借突破 留在门中各位安全 如此自治前所未闻 如果不是身陷魔灾之中 早已扬明天下 但我在门中找不到突破的灵感啊 那 好吧 你自己小心 突破不成也不要紧 活着才最重要 嗯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那边 是赵英莲所居之地 果然 赵英莲沾染魔器 正在镇压伤势 丁池那个老家伙 应该没被骗过 如今城外迷雾吞噬火雾 只剩下赵英莲这一个感染了魔器的物质活着回来 正好可以作为实验参长 使灵 远海避陶的加持下 我延伸出去的灵力 也具备了部分骑血感应的奇效 用于捕捉毒虫 倒是非常适合 骑 骑旋斩妖 苏道友好手段 我这流月花 一株都没有伤到 哎 骆前辈给我讲了 随便一位除虫师 都能掌握这些手段 这家伙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竟然没能察觉 苍灵其余除虫师 可没有苏道友之般本事 是否有兴趣入火连火宗 担任外门的灵田养殖师 入宗之前可是要接受详细检测 避免混入敌对宗门的间谍 骑血无道万一暴露 绝对不能冒险 多谢骆前辈抬爱 不过我虽然资质低下 但还想再攒点灵石 薄一把猪鸡丹 也是 灵田养殖师收入稳定 但肯定是不如 倒有这般赚灵石来得快 就随你吧 猪鸡修饰吗 现在有妖兽热这条稳定的菜路 以后除虫委托 还是要逐渐减少 不过也不能太急 免得引人瞩目 一步步慢慢退出出虫虫式的行业 苏大勇 第二笔交易的货款已经取来了 一共是四半 具体多少就不用在这里提了吧 还有一件事 我需要一些隔绝妖气 膜 邪气污染的法器 丹药 价格你看着办 只要是炼气器能用的就行 邪气污染 放心 包在我身上 嗯 尽快吧 哪怕有赚钱的门路 都需要小心翼翼 生怕被人发现就是一过端 炼气气的修为在修仙界犹如蝼蚁 还是要尽快提升实力才行 喷 炼气感pool 能力 摆清 icie特劳 签指